我在这里吃个资助,就是榴莲光料宝,你看多少钱? 光料宝,666环境吃了宝 凌晨2点的阳光夜市,人还是挺多的 哦,看一下 哦,这个卖榴莲的,你看看 哇,要收餐了 老板要收餐了吗? 准备收了 多少钱一斤?29块吧 29块一斤?对 熟的吗?高熟 可以现场吃吗?可以啊 一个大概多重 一个五斤左右吧 我给上两个试一下,行吗? 我在这里吃个资助,就是榴莲光料宝,你看多少钱? 光料宝? 对啊,就是我给你多少钱,我在这里吃饱 那这个怎么给你算? 我呢比普通人稍微能吃一点,怎么给我算,你看吧,你报价吧 你要是能吃的话,估计你就吃两个 那你别给我吃几个,你这个不能规定我 你一定吃是吧?对 666管你吃到饱 666,那OK就这样 OK吗?OK 666管你饱 行,可以啊,但是不太防徽的 不太防徽的 666 666 OK,那开始吧,OK 一个人吃啊 一个人吃,一个人吃,放银啊 666,保你吃到饱 保我吃到饱是吧 不太防徽的吧? 不太防徽 大男人说话是吧,这个觉得是真实的 OK,OK 你这个榴莲从哪里送过来的? 这个从广东发过来的 从广东发来的 我看你也不像,口音像江苏人 不是,江苏隔壁的 江苏隔壁的 安非 河南 河南 我经常去河南 我去过郑州啊 来,先吃 哦 榴莲还不错看起来啊 你看啊 挺上回事啊 啊 吃了三个都行 没事,吃几个都行 哈哈,吃几个都行 666 那不一定啊 会吃的 可以吃的 像这种榴莲 百来块的 你觉得榴莲还不错 确实好吃啊 一百来块的 人家可以吃个三四个都行 挺甜 嗯 哇 今天打个榴莲自助啊 可以 可以 三个榴莲爱吃的 我把三个榴莲来随便吃 老板说一口呢 好,一天卖这么多吗 嗯 差不多 差不多 这要卖多少啊 这一天 一天卖个大鸡鸡鸡 哇,厉害啊 哎呦呦,我擦 这样吧 哈哈 我里头销走个链 这是高铜 你这百来块 对 大家都销不得起 大家都销不得起 老板,这个是什么品种 这个是 泰国的那个奶油猫 味道确实好吃 有点像猫肠吗 我感觉 就是跟猫肠架一等 哇,非常甜啊 不像在路边 有的路边卖的 它是不熟的 要你拿回家捂了 他这是现开现吃啊 还不错啊 质量三包 非常甜非常香啊 嗯 好吃就行 人家人家实在 实在,有点实在 老板,搞完了啊 OKOK 再给我开一个 哇,各个五花啊 你看,我马上就要银好 吃银好 这银好 一只银好 那不像银好 我打开一个的银好 银好 我打开一个银好 银好 你银好 银好 银好 这个银好 你的银好 银好 老板你一天搞这么多这样发财的节奏啊 没有没有没有 改个小弟他就发什么财是吧 出不着个子死就可以了 其实卖这个跟上班差不多 也不是说比上班稍微自由一点 嗯 其实我感觉 干什么都一样 勤奋努力啊 只要努力啊 嗯 嗯 只能说是啊 养家糊口还是可以的 嗯 这样子 赚个小钱呢 你这话说了我都不好意思多吃今天少吃点 你像我们干嘛呢 我们要学历没学历的 你上班的话要记住没记住的 别人也没人要啊是不是 我们也不学历 他的后面有一点是咬不下来的是吧 这有一点 那属于正常的 不是我没吃干净啊 这吃的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 后面有一点是咬不下来的啊 哇 又搞完了啊 老板再搞一个 OK 第三个啊 看着没 每一个榴莲都这么多肉啊 都是五花肉啊 都是五花肉啊 一个榴莲多少钱 一百 一百三一百五这样子 一百三一百五啊 那吃几个啊 六百六六 吃三四个就够了 我去给你买包子去 不用不用不用 老板人也非常实在啊 还给我买包子啊 哇 一百五六 一百五 一百五 我去给你买包子 不是在一百五 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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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一百五 一百五 软道 一百五 四个差不多 其实这个吃的很干净老板 这样的吃的已经非常非常干净了 因为根上面它可不干净 干的满满一颗可 OK老板今天非常感谢你 行行行行 感觉可以吗 不可以不可以 你挣的话二十九块八一斤的话 这样的挣四个榴莲也就是五百来块钱 行行你不亏就行 你不亏就行 因为我感觉你们摆的也不容易 今天感谢你 其实我不是来说拼命给你吃榴莲的 就是做个节目 行行行 真是有效 能上镜吗 可以可以可以 能上镜就行 OK 咱们讲好多少就多少钱 老板付了 谢谢谢谢谢谢 摩个头 感谢你今天 这个榴莲给我吃腻完了 咱们搞个粉回去吃吃 我现在急需要咸的补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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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